分享好音乐 分享生命的音乐 欢迎收看佳音在线 我是主持人梁毅 在人生旅途当中 我们都渴望阳光照耀 一路上五彩缤纷 但是生活总不免会出现一些灰色的插曲 阳光的斑斓无处可寻 头上是阴沉的天空 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轻言放弃 有些人却选择坚持 结果有什么不同呢 一起在赵芬妮的一首歌当中 寻找答案吧 虽然我渺小卑微 希望像银般高飞 分秒我也不浪费 我要尽善尽美 但失败到下 身心都软弱 却找不到同情守备 漫长的路途 只要你伴随 耳边说不要起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找到永恒 缠转为辨识爱的本事 Don't give up 一切一变的美丽 有爱我充满动力 聚上懦弱意愿力 爱依我长年纪 若是把刀销 珍惜着断练 身边嘲笑传承不离 你给我信心向目标努力 做到最好先给你 Don't give up 纵然必须哭泣 人生中有你同行 就是枯叶变得甜蜜 Don't give up 人生多少的余事 终于找到永恒 长转为辨识爱的本质 Don't give up 人生多少的余事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继续分享 音乐背后的好信息 我是亮毅 刚刚这首歌 来自我们熟悉的歌手 赵芬妮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介绍过 她的本职工作 并不是音乐人 而是一家著名IT公司的 运营总监 因为她是工业工程系 毕业的硕士 这与她从小的音乐梦想 完全无关 全世界大多数人也都一样 梦想和专业常常是分道扬镳 而不同的是 赵芬妮选择了不放弃 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 Don't give up 意思是不要放弃 即使她的专业工作不是音乐人 即使最初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愿意为她投资制作音乐 即使她自己出钱录制歌曲 也未必会受欢迎等等等等 有太多的难题需要她来面对 却并没有影响她做音乐的决心 因为她知道神与她同在 在这首赵芬妮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当中 就能够感受到她生命中的经历和体会 歌词中说 神给予的永恒不变的爱是她的动力 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 她都靠着对神的信心向目标努力 她要做出自己最好的音乐来献给神 生活中我们都在努力实现各种目标 就像攀登一个又一个山峰那样 难免会有摔倒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绝不能够放弃 只要记住 神是那永远不会断裂的保险神 我们就无所畏惧了 因为在这漫长的路途当中 总能够听到神不断地提醒我们 不要放弃 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轻易放弃一些困难的事情 甚至有时会放弃了自己 可神却不会放弃我们 他爱我们 寻找我们 鼓励我们 并给我们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国王名叫大卫 他曾在圣经旧约的诗篇中说 我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 却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是的 神的同在是我们无穷的动力 亲爱的朋友 你若接受他 他也会成为你的动力 陪伴你 翻越生命中 一座又一座山峰 好了 今天的歌曲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下次观看 再见